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到的就是大型的豪華的旗艦房車 可是時至今日 尤其在台灣 這些大老闆們甚至於是藝人朋友 以及一些家庭的買家 紛紛投向了豪華MPV的懷抱 那究竟為什麼這些買家有一些轉變呢 今天我們就帶著大家 一起來看看全新的豪華MPV 究竟是如何擄獲大老闆們的心 以往我們根據調查 其實會發現這幾年 因為豪華MPV的崛起 所以也逐漸的壓縮到了 傳統的豪華旗艦房車的一個市場 那羅哥 你是不是也有觀察到這樣子的現象 對 這個就要從我小時候講起 今天還有龐德 我們同年紀 兩個好朋友 對 我們小時候 我們看到那些達官險要 開的都是什麼 都是美國那種林肯 凱迪拉克 黑頭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汽車身分地位的象徵 對 然後漸漸漸漸漸 後來美國這個開始全是有石油危機 美國車又大又好油 再加上其實一個重點就是中美斷交 美匪建交之後 大家的喜好度 大家很生氣嘛 喜好度就轉向歐洲 所以漸漸的我們對歐洲的高級車 就會比較有興趣 而且也比較符合我們的胃口 然後90年代 你就可以說這個S-Class滿天 這個臺灣 臺灣前煙角布 煙角木的時候 經濟快速起飛 所以我們的豪華房車 當然都是這些有權人 我們常常講這個 什麼是什麼主管坐車 還有什麼總裁坐車 什麼老闆坐車 就是賓士的CES 沒錯 對不對 就剛好這樣子 對賓士 賓士就是357 對不對 那個時候為什麼 因為那是當時最好的房車 那你身分地位最高的 當然就選了對不對 這是理所當然 那將近兩千年以後 這個休旅車 這種風氣開始盛行 那在日本 藝能界突然發現 他們這個 當時日本藝能界很強 九零年到兩千年那時候 對不對 全世界風靡 都是日本的歌手 他們發現這出門在外 要照顧這些藝人 最好的車子 是這種很大的箱形車 所以因為日本在這一部分 他們你看 在都會區 他們房子很小 對 所以他們車子要很大 很寬 OK 往上漲 出門還有體驗 所以藝能界 喜歡就把這個車子 當作這個保護車 或是安妮奇出門 也喜歡這個空間大 氣派 我們不要這個座後座 要這樣子鑽進去 就出來 走出來對不對 你說早期的時候 那些老闆個子還比較小 現在那個營養好 老闆的個子越來越大 那個坐那個 轎車的後座 不舒服 那特別是有些藝能界 那個頭髮都搞飛機頭有沒有 你一進車內 頭髮就撞到天花板 不舒服 所以漸漸的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還是這種車好用 所以日本一流行之後 右駕的或亞洲人 這個就流行起來 尤其香港也是很嚴重 對 那你在華人的這個圈子裡面 香港又是演藝圈的 這個最早 最早領導人 你看我們小時候都看這個 神雕俠旅 都看劉德華 對不對 這樣子的 熏陶之下 兩岸三地 所有的 這個大家都覺得說 對 這種車子真的是很棒 然後又越坐 越豪華 越坐越棒 越舒適 體面 所以漸漸漸漸 大家都覺得說 其實後座買家 這種車是更好的選擇 那不只是說 老闆要坐 藝人要坐 接送小孩很體面 對吧 你看現在貴族學校門口 一下課 全部都是這種車 對不對 這個開著這個車子 小孩子都覺得 你看看 本公子 本少爺 這個地位不凡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就會變成說 你當保姆車也好 或是老闆車也好 這都變成一個 新時代的潮流 沒錯 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台灣的市場裡面 大家都說江湖在走 LM一定要有 為什麼這些大老闆們 甚至於演藝圈的好朋友 以及這些家庭的買家 這麼喜歡 Lexus LM 而且進入了全新 大改款的第二代 到底上路 是什麼樣的感受 我們一起到外景看看 好 好 冠儀上車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跟著車門 聯動的迎拼踏板 是 我覺得其實更方便 對於一些老闆穿西裝 你知道嗎 他們腳要跨得比較高 跟現在有個踏板 這樣踏上來 其實這個更方便 是 所以我覺得Lexus的LM來說 真的是一個奢華的代表作品 其實我們今天試的是一個 四人座的車型 其實以LM的車型編程來說 它350H的部分 有提供四人座的車型 也有提供七人座的車型 如果是500H的車型 也是有四人座 另外你可以選擇六人座 雖然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產品 但是大概在年底的時候 車輛才會到台灣來 比如說500H 也就是2.4TURBO那一個 對… TURBO HYBRY 沒錯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們能夠體驗 這個四人座的車型 真的是非常棒 因為它是擁有一個 獨立的專屬後座的空間 沒錯 對不對 尤其是老闆很注重私的 沒錯 因為它也只有兩張座 其實這台車的軸距 來到了3000mm 是非常的長 然後透過了私密革屏的 一個這個間隔 立住以後完完全全都是屬於 大老闆自己的空間 那像我跟冠儀在這裡 我們兩個人中間距離一個 這個扶手 其實非常的寬闊 而且前方的一個距離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當然這樣一個 專屬的乘坐空間 我覺得視野上面 也可以有很好的一個表現 尤其是前方 兩側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窗戶的這個尺寸 是非常的大 而且它比上一代其實增加了 對 等於它的長度 等於說它的通透性也變得比較好 是 前面的部分也有一個電動升降的 這種電子物化隔屏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到 前方的一個這個狀態 如果我們也可以透過按鍵 讓這一個可以電子物化的隔屏 變成是抗線了 對 就是說更加的隱密 就是司機也沒有辦法 透過後視鏡看你這樣幹嘛 對不對 其實現在我們是把這個電子隔屏 關起來的狀態 司機真的都聽不到我們講話 沒錯 當然真的是隱密性更好 就假如彈琴說愛這種害羞的話 也不會被司機聽到 或者我們今天是在做商務的一些討論 所以 對 股票哪一支要漲的 總不能讓前面的這個司機跟秘書 也聽到對不對 有 秘密不能外流 是 對 那Ida我發現 它除了這個Sneak屏外 它下面不是有個很大的螢幕嗎 是不是比上一代大很多 這個螢幕就尺寸非常的大 因為它的對角線尺寸 已經來到48吋了 48吋 是 也就是說怪儀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螢幕 它可以看48吋全螢幕的模式 來去做使用 很厲害耶 那當然啊 48吋如果從中間切一半的話 這個螢幕就剩下24吋 它可以顯示獨立的48吋全螢幕 也可以顯示獨立的24吋的 單螢幕模式 意思就是我可以看我的 我想要看的 24吋單螢幕的模式 單螢幕的模式 所以它就會有各式各樣 不同的一個顯示獨立的狀態 當然 怪儀你剛剛想的那件事情 我告訴你 在這部LM上面也能夠達成 因為它切割成一半的時候 兩個24吋 剛好在你的前面跟我的前面 我們可以分別看 不同的一個內容輸出 是 你要看球賽 然後我要追劇的話 我就是從這邊看 然後其實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很特別 它是左右兩側都可以打開的 怪儀你現在看到 有兩個Type-C的充電孔 密密麻麻的 對 密密麻麻 那下面甚至還有一個110V 1500瓦的充電孔 對… 另外你又看到兩個HDMI對不對 有 為什麼要用兩個 這兩個HDMI就很特別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透過 HDMI連接線 跟我們的手機來去做連結 這時候我看Netflix 我就可以投射到前面的24吋上面 了解 那我也看 我自己想要看 你看的是這個股票的話 你也可以投射到你的這個 前面24吋的一個螢幕上面 很多觀眾朋友們就要問 那這樣兩個人看不同的電影 這邊在打仗 這邊在談戀愛 對 這樣你會影響我 聲音是不是互相干擾 對 其實怪儀你看 我們的兩側其實這個地方在打開 它還有一個迷你的置物空間 那這個置物空間很特別 怪儀你看我把我的手機放進去 它竟然還可以無線充電 這個也可以無線充電 是 所以你那邊也可以無線充電 那你再仔細看看 那邊另外還有兩個Type-C的充電孔 等於說我加上中央扶手裡面的 有三個Type-C的充電孔 對 你那邊三個 我這邊三個 所以總共在這個後排空間 就是總共有六個可以充電的空間 當然在這個充電孔上面 就有一個什麼 耳機的插孔 有... 所以我們就可以解決 剛才你看愛情片 我看這個戰爭片 不同的視覺聽覺享受了 就可以把這個Mark & Leveson 它這樣的音響 就可以好好地感受一下 對 聰明耶 是 那當然在整個後座空間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你看其實它上方還有兩個天窗 那這個天窗也是透過電動調整的隔屏 可以把這個天窗的隔板給關起來 那其實四座的車型 還有這個小小可愛的化妝鏡 這一點我覺得也是蠻特別的地方 這個在七座上面沒有耶 所以如果要是你是女種才的話 是 你要這種化妝鏡 你真的只能選擇四座 沒錯 那其實我覺得在這一部車上說 這一塊空間能夠展現的地方 真的是 從天窗上面所謂這個天窗的 這個隔壁 以及材質的用料 到中央這一塊 看到嗎 這是一個木紋的飾板 對 對不對 然後旁邊這個是一個 金屬的亮面的這種 對 像玫瑰金這樣子的感覺 有一點點像玫瑰金這樣子 一個青銅色的一個這個飾框 那當然這個飾框 其實也是貫穿了全車 把我們看到車門兩側的這個飾框 以及中央扶手跟這個座椅兩側 其實都是這樣子的一個 青銅的飾框 當然前面這個青銅飾框部分 你會發覺裡面還隱藏一個 獨立的冷藏櫃 獨立的冷藏櫃 沒錯 你看 我們這兩個座椅的左右兩側 都有各自置物的一個杯架 當然我今天我的司機不貼心 沒有幫我們準備飲料 當然艾大 我發現你有一個桌子 有 你也有 之前沒有 之前沒有桌子 對啊 我們可以在這個小桌板上 譬如說吃點小點心 或者是說你在這個地方 像你的這個平板可以放上來 做一點辦公的一些工作 其實是非常的方便 這就是在這一個私密空間裡面 我覺得非常享受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做了這兩張 Ultman的座椅 是獨立式的 真的非常的舒適 是 我覺得它跟上一代 真的進化好多 不是車內的奢華感 還有高級感之外 你看很多便利 像我之前說四座沒有桌子 對 這個有點不太便利 對於老闆來說的話 他可能有些東西要放在上面 還有充電板 可以放手機的地方 他也有了 然後你說這個座椅 因為它是用那個本鞍 對不對 不論是辦本鞍 或是全本鞍都用上了 沒錯 不過現在太陽 從這地方照射過來 我怕這個太陽照到冠音 實在是不太好 我現在幫你把這一側的整個 電動的遮陽簾 給順便關起來了 好貼心喔 你看到沒有 這就是一個豪華頭騰商 所需要的配備 那其實在這麼大的 一個車室空間裡面 你看它有很多個冷氣出風 包含前方 包含上方 尤其最重要一點就是 它有一個紅外線的感應溫控系統 也就是它會透過紅外線偵測的 車艙內的位置 哪裡是屬於熱區 譬如像我坐在這個地方 我的體溫可能就比冠儀 你高一些些 對 它就會投送給我這裡 稍微比較涼快一點點的 這個溫度跟冷氣 這一點是非常的貼心 所以它能夠精準的控制 整個車艙內所有區域上 溫度的一個變化 意思是你坐在任何一個位置 你都會覺得很舒適 沒錯 或者外面太陽太大了 那裡面溫度升上來了 所以它就會自動的去調控對不對 是 對 然後還有這個座椅 我剛剛稍微玩了一下 很棒 我發現它比上一代 它的躺的角度更廣 對 對 就是你可以真的 非常完全的好好的去休憩 沒錯 對 你看我可以躺 你看你躺 我坐正 你想要休息 我想要坐正的跟前面的螢幕 來做一些視覺上的溝通 你看我這樣子就是可以看它 非常的舒服 對 再回來 而且我們現在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坐起來的感覺 剛剛移動的過程 阿姨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剛才這一段的移動過程當中 其實是很舒服的 因為冠宜你要知道 其實我們這兩個位置 基本上等於是坐在後軸上面 也就是說後軸上任何一個路況 都會反饋 但是我們卻感受不到 所以表示它在這個 整個避震器在主體上面加強的份子 它當然是特別去調整一個 後軸的懸吊系統以及阻尼 讓我們乘坐在後座的大老闆 或是像你一樣這種大明星 他所體會到的感覺 是非常非常舒適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今天我的這個司機比較害羞 沒有幫我辦法 幫我們來介紹整個車內的狀況 所以我們也來跟觀眾朋友補充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剛剛提到有350H對不對 350H配的是2500cc的四缸的 一個油電動力的部分 它有250匹的最大馬力 跟24.4公斤米的最大牛力 這一個350H的250匹 比起前一代大非常多 比前一代163公斤 是 但其實我覺得也夠用 為什麼呢 因為假如我是自己開的話 這個車子我不可能開去飆車 我一定拿來帶父母親 或是拿來接送小朋友 那你不可能油門一半 大概你爸爸就拿這個棒子 從後面敲你 或是你的孩子在裡面打滾 所以這個車型呢 它動力我覺得 真的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反而是油耗的表現 那它透過Hybrid的油電動力 這台車 有一個很好的節能表現 另外剛剛講到的 同步上市 但是年底才會倒車 則是500H 就是關於你說的 2400cc的缸內直噴 渦輪增壓引擎的油電動力 TurboHybrid的動力 那這一個動力就來到了371P 以及46.9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如果你真的覺得 350不滿足你的話 就只上500H 我相信應該很High 對 因為像我的朋友 他是平常的時候 就是給家人用的 然後假日的時候 他又開自來車 他就選擇了2.4TurboHybrid 就是500H的動力 是 對不對 就看每一個人的需求 是不同的 是 所以你買這個車 不論你是要帶司機 或者是你要自駕 它都可以家庭使用 或者是商務需求 都可以滿足你 不同的一個這個需求跟要求 而且加上它的安全的部分 它已經配上了LSS Plus 的3.0 對不對 然後你看一下我們的門把 是用E-Lash 對不對 就是電子的那種門把 沒錯 好啦 最後呢 冠儀 你看到沒有 這個是多出來 這個厲害吧 來 我也有 你控制你 你的 我控制我的 你看 其實我們在上面 可以控制冷氣跟空調 音訊也有 音響也可以控制 譬如說 我要選取的是藍牙的音樂 或是未來我們要連結HDMI 等等的一個效果 我覺得都非常的便利 重點來了 我覺得這個所謂的 智慧型的空調管家 你把窗戶打開了 對 我用這個耶 透過這支手機 沒錯 都可以做 譬如說你看 它有這種特別幫你 預設了幾個項目 例如說現在這邊要做 想要平靜的時候 它寫了Dream 我想要平平靜靜的做個夢 或者是想要放鬆的時候 想要Relax 或者是我們是想要專注 就是Focus的部分 那或者是你想要很High的火力型 我來看看 它這個火力狀態 是怎麼樣的模式 它幫你調整 對 空調變大 是 它現在讓我把它調整的 坐姿比較立一點點 讓我能夠很有精神的在思考 我下一個行程 該做些什麼事情 那如果Relax 我想是不是 它有沒有按 它有按摩座椅 有啊 這個Relax 還不錯 稍微有帶了一點腳鋼 然後椅背也稍微的傾斜了 稍微再傾斜一點點 然後剛剛你說的按摩功能 它現在已經自動 自動啟動了 所以這是一個我覺得 預設非常好的一個空間 你看 現在我按的是這個平靜模式 就把整個私密空間全部關起來 然後讓我稍微的 休息 可以更輕鬆自在的休息一半 那麼大老闆你好好休息 我不瞧你 我們把車開回口 那你繼續聊 謝謝小李秘書 哇 觀眾朋友 這真的是名符其實的移動豪宅 沒錯 黃東老師 我真的完全不想下車 真的是這樣 心臟LM就是Luxury Mover 整個是非常奢華 高檔的移動的概念 對不對 對 那當然外觀呢 一定要怎麼樣 跟裡面有搭配對不對 沒錯 不過我覺得我發現跟前一代相比 但前一代的這個LM 我覺得跟當時要奠定 它這個基礎位置是有關係的 感覺外部有很多的鍍鉻 有一種豪氣萬千的感覺 金光閃閃的感覺 但是我們知道 從這個上一代的LM 哇 已經完全奠定江山了 改變很多大老闆買家的 這一個意圖之後 我們發現這一個最新的LM 已經回歸到它比較內斂的本質 它外觀上你看 用這種勾勒的簡潔的線條 它不用在於證明什麼 弄得金光閃閃 不用 反而是從這個線條當中 發現有一些很細緻的Mega 在裡面 比如說Lexus這個車頭 大家都知道 就那個什麼 Spinel Grio 對不對 那個紡錘式的這個氣壩 它有沒有 你感覺好像還是有 對不對 你看好像一個紡錘的樣子 但是它把整個氣壩 埋進去了 等於意向沒有到那麼的明顯 沒錯 它沒有旁邊一個外框的感覺 但這跟這個電動化 我覺得也是有點關係 對 它整個埋進去之後 當然其實整個風阻係數 是有幫助的 而且感覺更難 內斂 上方的這一個 你看這個還是霧面的 霧面銀 然後這個埋進去的 這一個氣壩裡面的六角形 除了這個 它也有 對 除了這亮面的黑漆之外 裡頭也各有這一個 霧面銀的搭配 霧面銀的飾條 就Lexus所謂不是自動起壁 這個遠燈智慧型的自動遮蔽 當然是標配 三眼式的LED頭燈 然後上方下方各一個 這個叫L Signature的這兩個燈煤 整個車頭怎麼樣 霸氣中怎麼樣 依然有它的這個所謂內斂的體質 而且炯炯有神 甚至於帶有一些未來感 對 當然 因為我跟妳講 這個車頭 這個埋進去 我覺得這真的是神來一遍 車頭已經很有設計感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車側 對 所以我們可以講說 從這個車頭我剛才講 它這個Spindle Grille 這概念埋進去之後 變成整個車身 都當作一個Spindle Body的概念 怎麼講呢 對 你看我們從側面看 其實這個車感覺很大 對 其實比前代 它的車寬車高車長都放大了 對 都放大 然後這個車側的線條 有幾個美高 第一個你看 你可以把上面車頂 跟車底 當作平行的兩條箭頭 然後中間車側的部分 稍微往下傾斜的一點 這樣線條 有 有一個折線 它就是把那個Spindle style 整個延伸到全車 整個車體 沒錯 對 然後這個線條 還對風阻是很有幫助的 好色喔 對 所以我剛才講 這個也要講究 對 這麼大的車 一般大老闆都 一定要會算成本 對不對 雖然說動力完全高效化了 你的外觀一定要低風阻 創造更好的風阻 以及降噪 這個這麼大一片玻璃 都是降噪 降噪玻璃 然後再講說大老闆在車子裡面 一定要怎麼樣 坐得很舒服 但司機 問你講大哥也很辛苦啊 比如說呢 在路邊休息一下 司機大哥下去買個東西 或幹嘛 上下車的時候 老闆在睡覺那怎麼辦 可是我總要上下車嘛 這個車想得很周到 第一個這個e-latch 大家很熟悉嘛 線傳的概念 摸一下就開了 這開基本上沒什麼聲音的 沒什麼聲音的 好 重點是關門 對啊 我幫你吵一聲 對啊 車路搖一下 月薪這樣扣一下 對啊那怎麼辦呢 你看 來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輕輕的關 4C式 再加上因為它是e-latch 對不對 所以也表示說 它有Lexus當家的SEA 沒錯 就是下車的時候 有一個安全機制 對 就是側面後方有來車的時候 如果你裡面 因為基本上是線傳的概念 對 你不是一個機械門把 是一個電子訊號 如果後面有來車 有危險的時候 它不讓你打開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除了說 我們要保護後方的騎士 撞到你的車門之外 我們要保護司機 大哥 對 也保護司機 然後這個側門就離開 側門那不會打開 不會撞到人 對不對 但是你想 我們一開門之後 我們先看 它這個側滑門 當然是電動 然後當然也是 宣傳的概念 按一下按鈕 很安靜的打開來 這個所謂連動式的 迎賓踏板 這個迎賓踏板 像也那樣 這個超棒的 這個超棒 而且這個呢 很穩的 你不要看起來很脆 其實很穩的 迎賓踏板 所以不論什麼樣 升級的老板 上去都可以 對 老闆一般都中年以上 我以前不知道 這個踏板有什麼優勢 可能對於老人家跟小孩 是有幫助 或甚至像女生 當然 可是有一個老闆 他跟我分享 因為他穿西裝 他說有時候他們穿西裝 那個西裝褲會比較 比較沒有彈性 對不對 他說以前他可能上去的時候 他的腳要抬得 幅度比較高 角度要比較大 對 他就說有時候穿太緊的 那個西裝的時候 不好上壓車 但是現在多了這個踏板 對 太完美了 是 然後你剛才講 大老闆第一個輕鬆 第二個 打開來對自己一輩子努力 工作成就有回饋 這回饋可能太重了 你看 這個握把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這種高級 可能會設計可能核桃木 或什麼鍍鉻 其實我覺得 沒有這種皮質的溫暖度高 真的 握感很軟有沒有 很舒服 這樣上車很舒服 然後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不管你是要放這個雨傘 雨傘 甚至如果你上車還要換鞋 如果你有這樣的話 還可以放鞋把 很多設計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精緻 非常非常棒 好 光這個車門我就覺得很好 因為即使是老闆要下車的時候 他也許沒有注意 開了門之後要下車 但如果後面有來車的話 他一樣會把你的車門限制住 讓你先不要下車 這樣也是老闆的安全 也多加了一個 所以我們就講 前門主要是避免後面撞到 對不對 然後司機下車也有關係 那後門的車後門主要是避免 下車的時候人被後方摩托車撞到 好 那麼再來就是看到 這個所謂的十九寸 這標配的 十九寸的這一個亮銀的這一個旅圈 很漂亮 沒錯 好 那我們再看到後面 上面這個鴨尾 這個當然也是跟風阻係數有關係的 對 尤其是長途奔馳差很多的 那還有一個一張最可愛的 我試車的時候我還看了一下 這個是什麼 有兩個隱藏式的按鍵 這兩個按鍵 而且重點是在車外 不是在車內 一般你說我們常開後行李箱 可能底下 因為一般認為水流 不會流到那邊去 沒有 直接坐在車外 這是幹嘛呢 一按下去新南邊會掉出來 最好是這樣 那這個車內一千萬都有人買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隱藏機 我們按按看好了 我們按看好了 一個上一個下 一個上一個下 這裡有什麼東西不知道 然後按一下好了 原來開門是從側面 怎麼那麼特別 這個是非常巧思的 因為我們知道它這是後仙式的 而且這門那麼大 你看開口很深 因為它們有第三排座椅 那第三排座椅你收折起來之後 如果是那個六人座或七人座 大家會看到 收起來之後還是會佔有一定的空間 四人座沒這個問題啊 對而且四人座其實放那個四組高爾夫球組 真的是完全沒問題 沒問題啊 九點五大的 對對對 很大 所以你自己坐得很舒服 然後後面有一些載運空間的話 LM都沒有問題 而且平常如果說司機休息啊 或者是說你駕馭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車當成家庭的用車 對對對 當然當然 整個使用性是很好的 哇 太棒了 好 謝謝龐德老師 帶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四座的 是 Lexus LM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看看七座的 德哥 帶我們來看看 剛才龐德哥介紹的是四座的 四座就是佛總裁啦 大老闆 因為是在打手的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七座 我知道很多朋友一定會好奇說 四座跟七座外觀看的 要怎麼分 說真的 只有內行的人才看得出來 我現在就教大家怎麼成為內行的人 你知道你從外觀 你看水漿護照看輪圈 從頭到尾繞一圈 你發現不了破綻 但是它有一個唯一的特徵 在抬頭顯示器 你是說七座有抬頭顯示器 對 大家會覺得好奇說 為什麼四座沒有七座有 我跟你講 因為四座就是佛老闆 通常就是請司機 那七座呢 你有可能是自己開 那也可以用來接送客人 也很體面 所以說它會多了一個 抬頭顯示器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座舱 其實你知道 這個雖然是前座 可是它在座舱的規劃上 一樣很精細 你光是車門打開 你看到這個類幾皮的車門內飾版 真的 豪華程度不在話下 對 搭配這種金屬的飾條 你就會覺得這就是高級車 然後你坐上去 它有一個概念叫 Tazuna 大家會聽說Tazuna不是日文 那有什麼意思 其實Tazuna是江神的意思 為什麼是江神 以前只騎車 你要能夠好控制 所以這台車它告訴你 它等於也是駕駛導向 以座舱來講 所以你會發現坐到前座 感覺有那種還舱包覆的感覺 而且它還有抬頭顯示器 那下面呢是12.3吋的數位儀表 旁邊是14吋的多功能的多媒體的 你要是不想用原廠導航 它有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的功能 那上面有電子後視鏡 那電子後視鏡 如果你是司機開啦 通常會喜歡切電子後視鏡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突然 騎了剛才看我老闆的會把你親 那大家尷尬 那不如就切電子後視鏡 對 老闆坐在後面 你是不是也不用跟視鏡 對 對 而且開車的時候啊 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是趕一點時間 那它要享受那個駕馭樂趣 它三幅是跑車方向盤 很跑車喔 它後面的換檔撥片是連動的 就是我可以提速 藉由轉速拉伸 然後去享受那個駕馭樂趣 而且它還有LSS Plus 3.0 你知道你在啟動 它就是可以作動 開車長途巡逸的時候變得很輕鬆 可是我覺得最實用最實用就是 我們有時候在下車 我手機拿了 包包拿了 可是我可能在想我待會要幹嘛 這時候開門 那個瞬間你可能不注意旁邊 歐毒不過啦 這時候它的遺憾 對 它就會幫你hold住 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就是那個電子式的門吧 對 而且你知道它質感真的不錯 就是真的就是高級車啦 這沒話講 對 所以整個前座呢 它不會說因為你是開車 所以它配備著重在後座 等於前座也是相當的奢華 沒想到它連LM上面 也用Tazuna的一個設計 一樣有吸門 而且我跟你講後座更厲害 後座即使是七座 你知道我們現在電動的側滑門 把它打開 我跟大家講一個秘密 這個側滑門 你的窗戶升跟降 它開的幅度不一樣 真的喔 我現在是升起來喔 是 所以它可以完全打開 如果你把它降下來 它有防夾裝置 他怕說你若是孩子或什麼 躺在外面 所以它不會開這麼開 對 它會開到一半 天啊 你這個小部分的安全機器 都有 對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燈車踏板 它一樣有 所以光是七人座 我覺得就已經很Luxury 那接下來我示範一下 你知道七人座 大家一定會想說 這七人座上下車 剛剛也沒空 完全不會 你看我現在沒載人的情況下 前後電動滑儀喔 對 很快 那冠儀可以先示範 從這個後面進出 就是如果要上下 我可以從這邊嗎 你可以從這邊 我就從這邊這樣一踏 馬上就可以上來了 哇 很輕鬆欸 很輕鬆對不對 是 那我現在坐在這裡 給德哥看一下 對 其實它的第七座 可以當作備用 因為它一樣也有安全帶 但是你如果坐六個人 會覺得更舒服 就是後面開闊度 不管空調 而且西部空間也都很足夠 西部空間真的非常足夠 因為前面是 如果前面坐的是老闆 後面帶了員工 你看 前面老闆已經坐到 非常舒適 已經到很緊繃囉 我後面呢 西部空間其實還有一個拳頭 對 然後加上 大家可以看到像第三排 它的包覆性 是包到連車側的地方 它都有包起來 表示說 我即使身材比較壯一點點 我也不會去卡到 旁邊的這個門板的地方 對 沒錯 就是比較舒服 以及第三排還可以這樣 它可以做 椅背調整 椅背調整 的幅度還滿大的喔 對 對不對 然後甚至於前後 我甚至於還可以往前滑 是啊 它前後一樣還是可以滑一點 然後就從這邊 可以做一個前後滑椅 如果前面的座椅再往前一點點 它是可以做前後滑椅的 以及第三排它也有一個 充電的地方 然後同時置杯架也有 以及我這邊也有可以自己 掛衣服的掛鉤在這個上面 還有啊 你看第三排 也有自己西頂式的 我要放太陽眼鏡什麼都可以 放在這個地方 這第三排來使用的 後面其實也算是滿豪華的 而且它的椅背呢 是一件傾倒 就是我輕輕的一碰 它會自己歸位 一件就可以復位了 對 而且你知道我歸位以後 我再把它的這個 這個座椅呢 就是調整到它的定位 你知道你要後座要進出到前 第二排啊 它的中央走道有160mm 你可以走走看 因為除非體型特別壯碩的啦 你就是從旁邊出來 對 否則像冠儀的身材 纖細的身材走這裡真的是度阿厚 我覺得有中央走道 真的加分好多 因為以往他們就說 其實要走到第三排 你就必須要從側面 那萬一這邊有做人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還是從中央走 直接走到第三排啊 對 而且這一代的LM 它有一個規劃的這個 我覺得算是小細節 就是一般體型太高 像我179嘛 我要入座 我現在踩著燈車大盤 握著這個伐手 我進來的時候啊 舊的舊款了 它可能會撞到頭 撞到這裡 對 那它現在就是把它車頂了 就是往著坐的比較深邃 所以我進來的時候 就可以很舒服的坐在第二排 對 這樣也是像老闆的屁股 對 而且你知道它這個 扶手上面的觸控螢幕 不是 這比手機比較貴 我告訴你 這功能很多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音訊啊 空調啊 燈光啊 遮陽臉啊 你都可以在這裡調整 就連座椅 而且座椅呢 左右座我這邊都可以調整 譬如說我現在是在左座 我一樣可以調整右座 譬如說我幫你把腳靠往上揚 所以你在那邊也可以控制我的椅子 對 然後我的這個椅背的角度 我幫你往前 德哥在幫我調整我的椅背了 然後坐正一點點 然後再往前滑一點點 有有有有 這樣你就不會被我遮住了 對 對 然後你可以調整 它還有記憶功能 然後還有Comfort的模式 然後放鬆的功能 它可以直接按摩 我現在幫你用柔和的按摩 你有沒有感覺 有 很舒適的 整個很放鬆 那它操作好不好操作呢 從這隻手機上 其實我覺得直覺性很快 而且很棒 它還有一個 全中文嘛 對 全中文 它有一個智慧型空調管家 就是我們可以調整到 我們想要的模式 就是當你想要平靜的時候 好我現在按 好現在確定喔 它的空調你看 我想要平靜的時候 這樣把整個放下來 然後包括天窗的都是 平靜模式 平靜你看 就是你不會很不舒服的陽光 刺到你 而且你如果這時候 再搭配柔和的音樂 真的很舒適的 哇 而且它連空調 都幫你做一個設定 它都會調整 但因為我們現在要收音 我先把它關掉 然後你看喔 我們這個臉上面 它這個按鍵 我覺得都很機昌式 然後你看這個 包括你的遮陽臉 你都可以在這上面來做操作 就直接把它往上拉 上面的機關真的不少 真的不少 而且它還有閱讀燈喔 閱讀燈你看 這個我只要一亮 它可以調整角度 就是大老闆說 晚上你也要辦公啦 沒錯 就是人生就是不斷的挑戰 沒有 德哥這樣子 你的臉看起來比較帥 我自帶動光 我額頭會反光 所以我沒關係 對 好 所以其實現在 他做了一些很多的優化 包含了像以往呢 就是大老闆們會覺得說 之前的出風口是在這個地方 對 它很容易吹到頭 會不舒服 你看它現在 它已經變成在這裡 很柔和啦 對 就是不會有吹頭的問題 你如果覺得說還是很熱 它其實還是可以調節 對 而且除了我剛才提到的這些功能 它還有一些小功能 譬如說 好 我現在去海邊玩 然後我可能要插吹風機 你知道它這個有插頭 標準的插頭 對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吹風機插進去 對 然後我想要玩電動啊 然後我想要看 我想看的節目 它還有HDMI的插座的這個線 就整個是會讓你覺得 體面舒適 而且又有科技感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這一代 跟上一代比 最大的差異是在很多細節的部分 它變得更豪華 然後更實用 例如很多人拿這台車當保姆車 對 我們前方的這一個座椅 就是前座的下方啊 之前它是一個冷氣出風口 可是它這一代呢 它做了一個修飾 等於它把很多細節做得更豪華 然後質感 很多地方幾乎都是用包那個真皮 然後以及這個擠皮 那甚至我們做了這個座椅 是不是也是聽說的 它的真皮也是非常非常高質 對啊 而且你知道我這樣輕按 它還有這可以放杯架 就是這是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而且很享受 又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沒錯 沒錯 所以這些細節啊堆疊出了全新第二代的Lexus LM 到現在接單上市之後超過兩千台 現在真的一年配合不是才四百台 我覺得很快就破三千了啦 對 所以買這車就是要耐心 因為值得 等待是值得的 真的 難怪大家都說江湖在走 LM一定要有 而且這一次除了有四座啊 其實還有六座以及七座的選擇 甚至於有兩種動力嘛 對不對 有三五零的H以及五百H 對 那五百H呢 就是它大概晚個兩個月才會現身台灣 因為就是產能調控的問題 但是三百H的動力表現 其實就已經很棒了 沒錯 那我們就要幫這些 後座買家的老闆們啊 或者是你會使用到這個車款的 這種家庭買家來分析一下 到底它在動力上面有哪些優化呢 是 這一次動力分為兩種啦 一個就是大家熟悉的2.5升NA 阿金深式循環 就是一般熟悉的這個油電複合動力系統 另外一個呢 我想台灣目前還看不到 原廠是說大概年底會進來 就是所謂的五百H 那個呢 其實我們還沒有機會開到 不過之前在他們的這個RX的五百H 油線開過 那個很棒 它就是它那個引擎 基本上它不是阿金深式循環 是我們一般熟知的汽油的渦輪增壓 2.4升 在這個架構底下呢 再搭配油電系統 還有更厲害的電子式的四輪驅動 它那個後軸放一個馬達 就像我們熟悉的Toyota的這個RAV4 也有所謂的這個E4 它是更厲害的 它這個馬達水冷式的 然後呢 初出大概是一般 我們熟悉的E4的兩倍 然後呢 持續性更長 然後是水冷式的 那我們想這一次的這個LM 我發現有兩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在試車的時候 我們看這350H 那面板上有這個什麼 Comfort support support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常見 出現了一個叫Rear Comfort 那你照字面翻譯叫做後方舒適 那融蒂哥想到 後面做老闆 後方買家 那這所謂讓後面更舒適是怎麼來的呢 後來理解了一下 雖然說我們沒有真的真的試的很明顯 不過據這個原廠是說呢 它透過第一個就是 我們知道你司機開車的時候 當然你要讓老闆舒服 油門盡量放輕啊 這都是我們會做的事情 但人的腳到底還是有限的 有時候受限於路況嘛 那它呢就是這個部分 當你在Rear Comfort啟動的時候 它包括你油門踩的曲線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都是現傳的概念 你踩的時候呢 如果系統發現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呢透過油門也好 並向擋位也好 然後前後輪輸出也好 能夠做出比你現在踩的這個動作 更舒服的時候呢 它就會介入 透過那個油門的輸出 和後方電動馬達的支援呢 讓後方老闆做得更舒服 這還是其一喔 其二呢就是呢 它也是這個標配 所謂AVS 也是Lexus我們常見 就是說AVS就是所謂的電子避震器 它的電子避震器裡面 還加了一個所謂的頻率感應式 哇德哥我們在玩車都知道嘛 我們講那個伸縮側可調避震器啊 one way two way 然後three way 那都是超級頂級的嘛 其他這一個呢 AVS加上這個頻率感應 就已經類似我們講這個three way的概念了 它除了說呢 後方伸縮側的阻尼 水冷的設定和路況改變之外 當你經過碎震 或者是大幅度起伏 這跟頻率改變有關 這類似我們賽車的three way的概念 把這些都計算在裡面 讓車本身啊 動態就很好 然後呢當你rear comfort啟動的時候 你看嘛 我們今天車如果說呢 我們要做讓車動態很好的時候啊 油煤加的時候會抬頭嘛 尾巴會沉嘛 然後煞車的時候車頭會沉 尾巴會抬起 這就是一般我們要想盡辦法 包括電子避震器啊 什麼計算啊 讓這個部分做到抑制 但是是整車的抑制 當你rear comfort啟動的時候 他把這個部分呢 車頭可能抵消掉一點 把這個最大的穩定性 全部放在後輪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就是 你如果沒有架那個高效引擎 如果你沒有這麼高興呢 所謂的後輪的電動馬達電區系統 是做不到了 那這一代LM呢 全部都做給你了 很有意思 大家都說那種後座買家的車啊 其實舒不舒服 真的取決於在那個 臥方向盤的那個人 他的油門到底控制的好或不好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這次因為有這個 有四座 有六座 也有七座 然後有350H 也有500H的選擇 對於後座買家來說 大家都想要Lexus LM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區分說 什麼樣比較適合什麼樣車款 其實以Lexus LM來說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臺灣有銷售350H 對不對 也有這個500H 我應該是這樣講 剛剛冠儀裡面也提到了 就是說目前接單的狀況 已經是超過兩千張的 一個銷售數量 年度配合多少 四百 所以現在訂車 幾年後才拿到 五年後直接訂新款的 所以這個其實臺灣市場來說 還是很相當幸福的 因為如果以目前看到LM的 這個正式售價是四百二十九萬 到五百九十五萬之間 那你有不同的動力 可以選擇 有四座的 有私密革屏的 也有這個剛剛德哥跟我們介紹的 這個是前後貫通的 這樣一個七座的車型 所以來講算是相當的幸福 為什麼我要這麼講 你知道嗎 因為像如果以其他地區的市場 來看LM就像我們剛剛羅克也講 香港的保姆車 藝人特別喜歡用這個LM 這樣子的一個車型 所以也造成這樣子的 以前我們稱為麵包車的MPV 現在變成了這個豪華 頂級車的一個這個代表 那如果以英國市場來看 其實他並沒有銷售五百H 他只有賣350H的車型 然後350H的車型那個售價 竟然還高過於 他的LC的這個當家跑車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那台灣這樣的售價看起來 其實事實上是比其他市場來的 更加的Friendly一點點 剛剛提到英國市場的附帶一體 英國市場這個頂規的LM350H 還冠上了一個Takumi的這個負名 這個負名基本上是所謂的日式匠人 這種代表這個意思 但是你知道藤原拓海的這個拓海 就是叫做Takumi 所以也引來的這個 很多車迷朋友的一番討論 那另外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 這個LM的車型也是賣得非常的好 那如果以他的五百H的 頂規的車型來說 現在已經要價 這個官方的牌價 裸車售價已經快要接近新台幣 七百萬元的大關 當然就比我們台灣的車型來講 其實是歸上非常多 那你說七百萬是真的就買得到 在中國大陸就買得到這個 LM的這個五百H 因為中國大陸他們這些有錢人 搶車搶得還滿誇張的 所以普遍存在一種 加價的這個文化 目前現在大概 騎貨車 就是我現在有車 大概三個月四個月會倒車 加價五十萬 五十萬人民幣 那如果是現車有沒有 現在這一台你現在可以馬上拿走 目前行情大概在加價 五十萬到五十八萬人民幣 所以如果你打算買個 頂規的LM500H 四座 再加上一些加價的費用 然後上牌 保險 落地了之後 大概會接近新台幣 一千萬台幣 台幣 這樣子的一個售價 所以你剛關於提到這個問題說 我們到底該怎麼選擇這個車型 我想其實會購買LM 這樣車型的消費者 心中自己都已經想好 我要什麼樣的車型 有的人希望說 我要永遠有私密的一個感受 我也沒有要載人 所以基本上 四座車型會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但是有些消費者都覺得說 我還是希望能夠跟家人朋友 甚至跟司機聊聊天 其實有很多老闆 是很喜歡跟司機聊天的 這個互動感 那當然就會選擇這個七座車型 尤其這個車型很多 你到那種貴族學校門口 排班 接小孩的這個車子非常的多 那就會有比較多 承載人數的需求 所以還是七座車型 會比較適合這樣子的消費者 除了現在非常夯的這種豪華MPV 移動的豪宅之外 其實市場上也有一些 其他的這種後座買家的選擇 對不對 羅哥 對 其實我們講了這麼多 這種新型的這種新型態 你可以這個後座非常尊榮 也可以全家都一起用 所以其實這個功能性比較好 但是這個市場上 仍然存在很多比較傳統 我後座買家我還是喜歡轎車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個雙B裡面 一個七系列 一個S Class 我們來看看他們現在的情況 是怎麼樣 像以七系列來講 他現在這一代最新的世代 他已經把車廠的尺碼拉得很長 他只有一個等級 他就是家常型這種 他就5391mm的車廠 5米39 快5米4 所以他這個車子真的是非常大 然後他的入門是從488萬開始 他就是3.0直6的渦輪的這個車子 但是但是這個車子的488萬 並沒有後座的一些舒適的配件 也就是說你後座買家老闆 你要坐到比較感覺後面有這個電動的座椅 通風座椅 很豪華的中央扶手遮陽臉什麼什麼的 你要加到這個595萬的luxury等級 這個還不是到最頂 你後面還沒有那個31.3吋的那個 懸浮劇院那個銀幕 還沒有 還沒有 那多少 你要到這個excellence等級 你要買到638萬 而且後座的豪華總裁座椅只有一個 就是右後座 所以他才有那個腿部支撐的拉起來 你看我們這個LM是後面的兩個座椅 一定有對不對 至少就算是七人座六人座 他後面兩個座椅也是都有腿部支撐的 不用六百萬也有一個 可以全躺平的 對 所以這個在B&W的話 你要買到638萬才有一個座位 是這樣子的 總裁座椅他還有 這個電動按摩 對 等等等等 所以B&W就最頂到這裡 那S-Class呢 S-Class他的這個選擇更多 就是說他帶也是要花到638萬 才會有到後座的什麼腳踏 後座的電動這個座椅等等 但是你要到800